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 本週前20強聲量最大的政治人物 有哪些新的變化 哇 立姐來跟我們做一個說明吧 好 這禮拜的話其實變化很大 因為來看到綠色來到13個人上場 長好大 對 而且藍色的影子縮小的剩五個 那所以大概就是兩倍大 兩個距離 那所以其實從整體來看的話 雙北市長的選舉真的還滿熱的 因為陳時中來到了第一名了 而且林佳龍就排到他旁邊而已 就是第三名 那總統當然就是還是維持在第二名的部分 真的大家都看雙北 沒錯 那所以從藍色來看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到雙北其實兩個人也都還在榜上 像是侯友宜以及蔣萬安的部分 其實也都還在榜上 那當然黃上山的部分他也其實在榜上 所以整個台北跟雙北的部分 其實主要候選人都在榜上 但是桃園的部分 張山正不見了 對 山正在哪 不過呢 韓國瑜在榜上也沒有關係啦 所以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到他們的身影存在 有韓粉的部分 那不過呢 藍色的部分其實一直很在意的 朱一倫主席其實已經滿多禮拜都不在榜上 對 黨主席已經不見好久了 對 沒錯 所以從整個來看的話 其實全代會的起手勢看起來好像是 民進黨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專業勢喔 那所以從整個來看的話 13跟15跟5個部分的話 差距算算是還滿大的 的確 因為這個禮拜剛好民進黨的全代會 哇 所有的候選人正式提名的 然後全部都這個站在一塊 所以氣勢看起來是好的 那國民黨的全代會是在8月底吧 8月底 8月底的時候 會看到時候是不是也同樣可以營造一個那種 哇 軍榮壯盛大團結的氣氛 那陣型可能可以排得出來很漂亮的話 當時候的8月底的話 其實可以再來看一次 好的 非常謝謝麗姐幫我們做說明 但是國民黨能不能夠同樣的也擺出 這麼漂亮的這個陣仗出來 因為內部還有一些縣市可能 內部整合到目前為止出了滿大的問題 好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來看一下 因為雙北雙北有新北 新北侯友宜很好玩喔 他昨天在他的臉書的這個照片 改了喔 改變的勇氣 然後好多人都在酸他喔 說不對啊 你不是要連任嗎 連任 然後要大家改變 所以大家就改變要去投對手 他的文宣會不會有點 讓人家覺得很怪啊 斯剛 當然這個 這個通常改變通常是站在挑戰者 對 就是說我要希望把這個 我要挑戰成功 然後改變這個城市或改變這樣 那所以他 我猜到靠民宿的意思是應該還有第二集 應該還有下一個鋪陳喔 我剛剛看了一下他侯友宜的臉書啦 他說他希望這個新北的這個城市的變 風貌的變化 城市內涵呢 持續的要持續的做一些改變 改變的過程可能會有些陣痛等等 不過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一個 一個要爭取連任的團隊 應該是花很多時間要描述說 他未來還有什麼事情要繼續做 對啊 然後呢未來如果做這件事情 新北還有什麼樣的改變 所以我是覺得 底下有個Coming Suite 很像一些 我們像劇集啦 電影啦 Coming Suite 然後第二部就會來講 我為什麼要前面出現這個slogan 不過他 他最近有一個 他現在 這兩個禮拜 他在跟一些議員啊 參選人啊等等 在照相 然後他也走出新北 也走出新北圈 我看到很多 中南部的一些議員候選人 上個禮拜也去跟他彭拍 國民黨的領頭羊 對 國民黨的那個 也去跟他彭拍 然後我看到有一些照片 那個候選人自己啊 就跟他拍的議員候選 自己也在臉書上面 也做一些露出 所以看出來他大概也 也開始走出新北圈了 所以其實很清楚了 國民黨的領頭羊是新北的 侯友宜 很多外線式的都來找他合照 民進黨的領頭羊是陳時中 因為我聽說彰化的跟 南投的議員都跑去 要跟陳時中約時間拍照 所以蔣萬安 對 台北市 可是他不是領頭羊 我們已經彭拍過了 對對對 跟台北市的當然彭拍過 但是 因為外先生也找到要拍了 有嗎 有喔 好吧 人家在唱摔了 媒體整個在唱摔 因為他們沒有PO出來給大家 我講了 就是說有PO出來 都PO出來 因為我們拍三四個禮拜 因為我們之前拍了 所以我是覺得這次的選舉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侯友宜跟盧俊仁都在連任 而且是國民黨 就是比較大咖的角色 比較重量的角色 那所以他這兩邊應該是有一個 在區域裡面 作為一個驅動的火車頭 比如說侯友宜 他的浮射 分區火車頭的概念 他的浮射應該不到 到他的台北市 基隆 桃園等等 因為他是個整個大生活圈的概念 盧俊仁也是就是變個 中部生活圈的概念 我就以兩個生活圈平台的概念 來規劃選舉 其實民進黨也是這樣子推 但是因為現在侯友宜 他是要尋求連任 我想請教一下佩儀 因為民進黨提出來的叫做 雙北雙箭頭 但是好多個民調其實都看得出來 侯友宜就老神在在 民調領先一大趴 然後很多問題他都說 我們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所以他其實穩穩的 好像感覺他就比較能夠過關 所以對民進黨來說 林佳龍這一支箭頭的挑戰 你們覺得難度是不是真的很高 後以講出改變的勇氣 其實大家就在想說 他在放眼的 是不是就是下一次的總統 然後他在訴諸的對話對象 是不是他想要改變這個對象 其實是國民黨呢 我覺得有點這個異味 因為我真的我有看到 不只是他 還有一些國民黨的議員的參選人的文宣 也是主打是革新 包括講到說 那我要來當一個革新國民黨的力量 因為我覺得 國民黨的支持者 包括現在講萬萬面臨的狀況也是這樣子 就很多人其實對國民黨是 是有很多的不滿 或是覺得說恨鐵不成功 現在講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不是說像綠營的我們本來不喜歡他們 但是連國民黨自己的支持者 很多人都覺得說 國民黨現在真的是有一點說 腹部起的阿斗這一點感覺 所以他講說改變 是不是講的是 他要當那一個來改變國民黨的人 來幫國民黨再重新站起來 所以他是一個領頭羊的角色 那朱立倫會不會生氣 我才是黨主席 但是朱立倫 你看他連那個聲量排行榜都沒有進去啊 那可能各地的候選人 也不大會想要找朱立倫一起來合照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在講的可能是這一個 這個狀況我覺得同時反映在蔣萬身上 其實因為上次剛才講說現在媒體 就好像在操作一種看衰蔣萬的氛圍 我覺得其實真的不是看衰 因為蔣萬最段時間的表現 會讓大家覺得說怎麼有一點熟悉感 很像看到2014年的連勝文的那一種感覺 怎麼說呢 就是說除了長得比較帥以外 就是說好首先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是不買單蔣萬的原因是說 覺得為什麼是你出來選的 其實國民黨裡面優秀的人才也是很多 他的國太子啊 為什麼是你出來 你過去的表現有特別亮眼嗎 你過去有行政的資歷嗎 你過去有什麼樣的成績 讓國民黨在我們首都決定派這一個 最優秀的人選出來 理論上應該這個樣子 但是會不會只是因為你的出身 還是因為什麼緣故 所以難不怪大家說他是王子嗎 好沒關係 你已經是獲得各種的優勢 讓你這樣出來參選 可以來選台北市的市長 結果兩個多月參選以來的 表現 又讓大家覺得說 哇你連一個團隊都組不好 然後說有些成員已經落跑了 然後到現在 到底蔣萬提出什麼政見什麼政策 都看不到 我覺得不是說大家對他說 講話有沒有印象啊 什麼這些 不是操作的問題 而是他這個人本身的本質 就不是一個領導者的特質嘛 那你沒有一個領導者的特質 你要如何來當首都的首長呢 我覺得就是蔣萬像 讓人家感覺到說 哇他真的是一個王子 包括連藍營自己內部都在評論說 蔣萬現在卡在的是人設的問題 我的天啊 就是你連你的人設要設定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蔣萬是一個需要包裝的候選 但陳時中沒有人設問題 因為他的本人的特質就已經非常強烈了 他有點像金具製造機 我們要看他下一張 因為剛剛講到說朱立倫黨主席 已經連續好幾個禮拜都沒有出現在聲量表上面 那可是呢 黨內的事情 朱立倫好像也沒有處理完成 都不知道說 黨主席你到底在忙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呢 這個實質操盤張善政的選戰嗎 結果桃園的議長邱一聲說 我沒空 我沒有答應接任何的職務 他是桃園國民黨 就是實力最堅強的一個人耶 所以 張善政的桃園的黨內整合 看起來沒有什麼這個明顯的進展 然後呢 國民黨的秘書長黃建廷 講話講得也是相當的直白啊 他說 他說在苗栗這個地方啊 溝通耗掉很多防彈背心啊 中東景這個時候很火大啦 他說你這個攻擊刀刀劍骨啊 我才應該穿防彈衣啊 中東景在苗栗他要選現場 然後呢他的民調目前是相當程度的領先 這個啊我們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分析說 那所以國民黨的 到底內部整合怎麼 這麼久了都沒有進度 那黨主席你都在忙什麼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